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中可以看到整栋铁皮屋陷入熊熊大火之中 屋内冒出阵阵橘红色火光 火势相当猛烈 不停燃烧 农烟从屋内窜出直窜天际 房子的铁板也倒塌 整个被烧到焦黑 场面非常吓人 新北市盛根区的炮子轮瀑布附近 28号晚上10点 一栋两层楼高的铁皮屋割射 突然起火 全面燃烧 消防人员获报后赶紧前往现场布下水线 人员兵分两路 全力救火 有人爬上楼梯往二楼前进 有人继续在一楼拿着手电筒仔细搜索 不放过任何角落 铁皮屋燃烧面积约30坪 火势在半小时内被控制 顺利扑灭 鸽舍没有住人 但是里面的30只鸽子全部死亡 消防人员紧急联络关系人到场 索性火势没有燃烧到一旁的山林 详细的起火原因以及损失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